眼睛又红又痒睡前拿出眼药水点了舒缓 不过点完眼药水不要马上闭眼睡觉 否则最严重恐怕会伤害角膜 特别是含有防腐剂或是类物醇的消炎药水 有的药物它很强的这个防腐剂的话 它确实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在每次眨眼的时候 泪液它就会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角膜的表面上 它可以把这个防腐剂的效应可以把它去除掉 睡觉的时候眼睛停止眨洞内线也减少分泌 导致眼药水没有办法均匀分布在眼球里面 容易起床之后眼睛更加红痒 最好在睡前半小时就先点 另外如果要在短时间内使用两种不同的眼药水 要间隔5到10分钟 如果是两种眼药膏就要间隔10分钟以上 常见的眼药水加眼药膏的组合 要先点药水再用药膏最好也要间隔10分钟 为什么要间隔呢 因为你点了第一个药以后呢 那你马上就接着点 你就会把第一个药就把它冲掉了 对不对 它还没有机会能够产生作用 那你觉得效果就没有了 医师提醒眼药水跟眼药膏开封之后 如果一个月内没有用完就一定要丢弃 否则里面滋生细菌 恐怕会让眼睛越点越不舒服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元采访报道 明镇和平台 明镇和平台